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它就会结实 很容易就会变成饮料不良 那可是在夏天想吃又怕它会发胖 那又要让自己的身体有食欲 营养又不会造成太大的负担 那没有关系 你就可以考虑到用香草了 今天我们就请到了 陈世农的工商考达人林克老师 来教我们怎么样 利用香草 让我们吃到健康的夏日清食 好 夏天吃草还要吃花 对 你看 花吃吃花 花吃吃花 这个真是漂亮 对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花吗 金莲花 对 金莲花 今天就要用金莲花来做这些夏日清食 对 那么除了这个金莲花之外 我们还要用其他的香草 等一下再来帮我们一一介绍 那今天这些清食的种类大概有什么 泥叠香 奶油 面包 再来呢 这是香草沙拉 好 各种香草 各种香草的沙拉 对 好 然后呢 然后这一个是 那个优格水果 这个真的非常适合夏天 所以我就说夏天吃的东西 要让它就是说量不要多 但是一定要够营养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大家就一起来看一下 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了 香草沙拉 材料有 莴菊叶六片 酸膜两片 蒲公英两片 甜菊叶两片 金莲花五朵 调味料有 橄榄油一大匙 醋一大匙 海盐少许 果酱一大匙 迷迭香奶油面包 材料有 奶油一条 迷迭香三小只 法国面包一条 优格水果 材料有 苹果两粒 巴勒一粒 野果优格一杯 绿薄荷十片 做沙拉这个 边做就来边认识这个 是 那这个沙拉 是我自己种的 你自己种的就是 这一盆叫做 这是萝卜 萝卜 那我这样子 比如说我这样一盆 像已经种到这样的境界了 是 它可以维持多久 不要舍不得吃 这个其实是我在12月种的 现在已经4月5月6月7月了 你12月种是种小种子 种子 从小种子种 然后就慢慢 然后这个是它的花梗 所以它已经要开花了 有颜色的 没有 有一根梗上来了 粗的梗 我先看到了 对 这一根 来给大家看到 这一根粗梗 镜头这样子看得到 这一根 当它出现这样子的状况出来 其实这上面已经要开花了 对 它是菊科的 菊科 菊花的菊花 所以它长出来是小菊 是一种特殊造型的菊花 它这个花 对 花开起来什么颜色 就是这样绿绿的 又绿绿红红的 所以不是很醒目 白白绿绿这样浅浅的 所以也可以吃 没有 它是我们主要是食用叶子 那这个部分 这个叫叶子还是花 这是 这算叶子 就是这个上面 这是它抽出花梗 在花梗上面的叶子 这里我看它有花苞 对 对 那这是花苞 其实花苞没有在吃的 没有 没有在吃 好 那就是吃这个 那吃这个叶子 我可以维持这样一盆 也可以有三个月的时间吗 有 其实它这个是 更早以前就可以陆续采收 像我这边就有采收过 所以这个剪断 那这蛮滑带来的 因为它其实微微的苦 你不适合草一盘来吃 微微的苦 其实是跟季节有关系 天气比较热的时候 它就会比较苦 越冷的时候种 它就越不会那么苦 这个跟养 跟季节跟这个养 我们的身体有关 因为夏天要微微的苦 它可以清凉去活 所以这很好 植物真好 对不对 它配合季节让我们吃 那过去只是我们 香草沙拉的底部的 基本生产业 这个也可以还是继续吃吗 可以啊 好 这个也都不要浪费了 对不对 好 来 那再帮我拿一个 这个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个我当然知道 一看就知道 蜡蜡菜 当然不是蜡蜡 蜡蜡不能是香草沙拉 对不对 可是它长得超像 我以前为种在路边 我住在山上 种在路边 为儿子吃的那个蜡蜡蜡 有点像 像不像 因为它们都是蜗菊类 那再这个是 虎公英 虎公英是菊科 菊花的菊科类的 所以跟刚刚那个蜗菊一样 都是菊科 叶子可以吃 可以吃 而且它叶子就像您刚讲的 它是苦苦的 它也苦 对 所以说这个是超级 这个特别苦 超级夏天的 这个超级苦 菊公英 对 可以提神吧 因为也是会苦到醒过来 是 真的 苦吧 我觉得还好 是 我可以瘦得咬 所以它就是 我们要栽嫩叶 因为它比较苦 所以我们就 只是少量的放就好了 今天这两种都苦的 叫做吃的苦都苦 方位很上人 所以我们的酱 一定要甜一点点 给它中和一下 好 这个 蒲公英也是 夏天吃的东西 四季都有了 好 然后蒲公英以前会 然后再来是 再来还是什么 酸膜 但我们用红酸膜 这一颗小的红酸膜 大家来看一下 曾经有教大家认识过 这叫酸膜 长得像菠菜 但是它是酸的 这是酸膜 这也是酸膜 它叫红酸膜 它们两个是一样的 都是酸膜 对 所以它叶子吃起来 也是酸酸的 它的梗红到发黑了 这个地方是红色的 然后如果你去打果汁的话 果汁加一些叶子 就会变成红红的果汁了 真的啊 那就会有点像甜菜的意思 对 有点像它样的感觉 我可以这样子剪吗 可以啊 可以 可以 这样子 这个是它的 这个地方吃起来是酸的 对 我吃吃看 好 小酸而已 对不对 不像刚才 就是你上次吃这个很酸 酸带色 一点色色 这个就是很酸 又酸口 又酸又酸口 这个就是酸带色 这要加在沙拉里面 带一点那个 橄榄油滋润一下 那但是它有它的风味 它跟它不一样 所以今天我们用它是不是 对 我们剪两叶起来 好 来 跟你剪刀 好 要剪两叶 剪两叶 好 好 因为它酸带色 所以就不要放太多 再来这个酸膜要吧 酸膜 好啊 也来一片吧 我们加一点酸膜 好吧 你看我们这个叫做 想到吃什么就加什么 好有感觉 这个要喜欢的人 就真的很喜欢 是不是 那怕的人就真的很怕 我很喜欢在阳台种香草 但是就是说 种那些最容易长的 但是当我拿着剪刀 往阳台走的时候 我们家就会有一个人跳起来 直接问我你想干嘛 我女儿就会说 不准再剪 奇奇怪怪的香草 给我放在菜里面 那我们刚才不是苦苦的吗 对 我们这两个 有一个这个 这是甜菊叶 这个OK啦 有吃过 吃吃看 我们综合苦味一下 好 这个它真的是甜的 好 好甜 我现在突然间觉得 刚吃过这么多苦的 跟酸的色 这个甜菊叶超甜 所以有些人他这个 像有一些就血糖比较高的朋友 他们就不太适合吃甜的东西 对 不适合这糖 那他们有的就会去 用甜菊叶来代替 从泡茶或做什么的时候 我就用它来当一点甜的味道 对 它是天然的代糖 甜度高 热量低 有些代糖 它是说用甜菊的萃取物 是 那但是如果用新鲜的甜菊 那就更好 它一年四季都有吗 有 那它是怕冷的 所以反而是冬天少一点 叶子会比较少 然后夏天会比较茂盛 好 夏天正好 想吃点甜的东西 就用它来代替 对 比吃糖好 然后 刚刚一开始 我们这才是最佳的女主角 你看多浪漫啊 所以说我们再来就是说 给它调一个好的酱 吃的时候淋在上面就好 对 那因为这个金莲花很多花色 不同的花色 我第一次吃金莲花的时候 是觉得说好奇妙 吃花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呢 我们就这样子处理好之后呢 我们就要来调一点酱 把它待会儿淋在上面 好 那它比较适合的酱的话 就是用 我是油醋酱的概念 那就是有油 有醋 然后加一点点盐 可是我在沙拉酱的部分 我都很喜欢加果酱下去 那果酱你每次加不同的果酱 你的油醋酱就 每一次的风味就不一样 就会不一样 像这次是比较特别 这个是无花果的果酱 它又甜甜的 滑滑的 是 那这个是醋 那你看你用什么醋都可以 这个我们就放 水果醋最好了 对 水果醋 然后再来这是橄榄油 是 无花果果酱也是自己做的吗 没有 这个是 其实可以自己做 但是就是它有季节性 那这是买果酱 就是买比较好的果酱 那自己决定什么滋味 那如果说 像那个春天到夏天时候 如果说是桑盛在 那个旺季的时候 他们有很多农夫 他们用桑盛做的果酱 那就更好酸甜 对 很适合 那个很适合 因为香草的沙拉 它真的其实 不是像生菜沙拉那样 它大部分都是比较 带苦酸色 是 所以说要需要的酱料 可能真的像你讲的 比较油 比较 有点油 比较甜 对 所以我这边加了 橄榄油 醋 然后还有果酱 一点点海盐 搅拌均匀就好了 就好了 来 这个我就来负责搅拌了 然后你就来做 这个叫做迷迭香 奶油面包 好 迷迭香奶油面包 要 我要把奶油软化 要软化 要开火吗 不用 就是用汤匙压一压 就可以了 什么 我又要着火 又要着那个什么锅子 又要着热开水 结果说通通不用 你看它因为在室温下酒 它就会软掉了 夏天其实奶油 你从冰箱拿出来 如果非夏天 这样压一压也会软掉 只是夏天更容易 它已经软掉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把迷迭香 现材的迷迭香 直接把它加进去 这是含盐的奶油 所以说你这已经有咸味了 我们只在加迷迭香下去 为什么你的迷迭香很嫩 我们自己家种的迷迭香 它很茂盛 但是都比较粗 比较不会这么油气 比较干 比较没有那么翠绿的感觉 有可能是 譬如说就是肥料 就是养分 你有时候要适当地添加 那个有机肥 迷迭香很需要养分 比较需要肥料 对 那再来就是 但是阳光如果非常的好 种植之下的叶子 当然就会比较坚硬 硬 对 就好像很木质的感觉 是不是 所以可能是光线 还有养分造成的 光线够 它就很木质 像已经不大 但是像树一样 对 那是正常是不是 正常的 那其实它 你就把它剪进去 它就是经过 我们面包这样弄好的奶油 再涂在面包上 拿去烤箱烤 要烘一下 对 烤一下 那这样烤一下的话 它的那个香味会更好 如果说我们没有吃奶油的话 可以把它剪碎之后 放在橄榄油里面 去涂在面包上吗 可以啊 很适合 那也要烘烤一下对不对 让面包有脆度 对 也有人是直接吃涂在面包上的 就橄榄油加迷一点香 然后就涂在那个面包上 好 那接着下来我们就是 优格水果 好 优格水果 这是清洁过的苹果 好 因为如果是奶油的话 一定要烤一下才会比较好吃 对啊 对不对 然后这个可以当早餐 可以啊 早餐 你也可以放百里香 味道也很好 你是说拌奶油是放百里香 对 你里面奶油加的是百里香的话 也是可以 然后不然就是橄榄油加百里香 我们也可以摸在面包上面 像类似就是这样抹吗 对啊 对 这样抹 然后等一下我们就烘一下 让它那个渗透进去 对不对 其实如果说是用橄榄油的话 那又不需要用烤的话 直接加的话 应该百里香比米迪香适合 不烤的话 对 那个因为米迪香如果不烤的话 它的那个香气比较出不来 对不对 对啊 米迪香是越加热 它的香味会越浓 注入越出来 好 像这样子叫做香草油面包 是 好 香草油面包真的也是看 选用什么样的香草 好 然后这个苹果你是要拌在优格里面 对 就是其实啊 简单哦 有一个叫做绿薄荷的植物 绿薄荷 这是最常见的薄荷 它如果你把它丢进那个 撒在我们的那个优格 就是沙拉上面 会发现那个水果的鲜度 立刻提高 就觉得这水果怎么这么新鲜 可是薄荷种类好多种 是啊 很多种 现在薄荷种类说起来 你到花式去的话 你可能会十种以上 对 有 超过十种 薄荷有些是用 用它的那个 它的故乡命名的 像这个 像有荷兰薄荷 瑞士薄荷 苏格兰薄荷 日本薄荷 中国薄荷 巧克力薄荷 什么甜薄荷 对 那这些就是从它的其他的特征 像巧克力薄荷 就是因为它的梗 像巧克力的颜色 你知道我第一次还以为 它是薄荷有巧克力香气 可是这就很奇妙了 确实 因为我们有时候介绍植物的时候 会有很多小朋友来参加 每个小朋友都说有 有巧克力的味道 然后我发现大人就说有吗 因为巧克力的味道要有想象力 小朋友都很有想象力 都说有 有 有 对不对 应该小朋友比较天真 因为叔叔说他是巧克力小朋友 就觉得他是巧克力 所以说你们也会像你的 那个在台北花卉 那个叫做台北花卉春 在设置这边 然后你的那个香草植物园里面 也是会有小朋友来参观 有 就是会有那种香草导览的活动 对 然后小朋友就会来认识香草 好 那我们就会介绍 然后这个像 好 我们来放在一个什么盘子里 锅 一个锅 因为等一下要拌一拌之后再取出来 对 那要剪这个薄荷叶吗 再等一下 好 苹果放进来 是 然后是芭乐 再切芭乐 最红的绿的水果 你要用奇异果或其他的也可以 好 都是可以的 就是季节水果就好了 对不对 是 然后再来就是 纸挖掉好了 好 像如果说是不太熟的那个奇异果 也是可以的 对 就是有点硬度 软啪啪的当然做出来 就会湿湿 水水的 好 现在我们待会去把这个拿去烤一下 然后再来就是 我来看一下 这个薄荷的话 我们等一下才要把它跟那个 优格拌在一起 对 今天这个薄荷非常的香 这样 它叫做绿薄荷 绿色的绿薄荷 是做人家那个什么口香糖那种 有 它真的有口香糖的味道 是 真的就口香糖的味道 好 等一下我们除了用它之外 还有一样很奇妙的东西 我这个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没有想到在阳台 在阳台你可以种出来 这个叫做 叫做草莓 对 草莓 然后我刚刚在想 说这是不是因为自己在阳台种 所以草莓长不大 影响不了 那个我们什么大壶草莓什么那种 很大颗有没有 它是都在土里所以才长那么大 结果不是 我这样闻 超级香的那个莓果香气 那是比那种大草莓 很香很香 所以这不是那种草莓 这叫做野草莓 野的 对 所以它野的意思就是说 它是天然天生的 它是原生的草莓 原生草莓 就是没有经过育种 所以它比较小颗 大的那个是经过育种的 是不是 筛选再筛选 这是天生 这是自然界的 这自然界的 它的香气非常浓郁 那自然叫做自然界野 所以它的意思就是说 它比较好种 其实草莓有些人会觉得 就是当冬天结束以后 就越来越难种了 因为它怕热 可是野生草莓的话 相对比较耐热 所以它可能可以整个夏天 你都还是可以种植它 只不过春天跟夏 春天跟春末的时候 是比较长过湿的时候 这个是熟了吗 已经OK了吗 红了就可以了 这已经是可以采收的了 对 舍不得 舍不得它就没了 对 最后就没了 不然就是 如果你家的花园 或是你的阳台有鸟的话 把你吃掉了 所以一定要趁它可以吃的时候 就再来吃 我们今天把它剪了吧 好 我把它放在我们的沙拉上面 好 等一下我们就把它剪 因为谢谢你 它已经成熟了 它说希望我们赶快去吃它了 是 好 然后现在就是这个 我已经切好了 那个薄荷要给你了吗 是 薄荷来 怎么调 我已经切好一口大小的苹果 跟 然后这是那个优格酱 那现在的四瘦优格酱 它可能都还有另外一个水果在里面 叫做那个 那是什么东西啊 椰果 椰果肉 对 这个椰果还有橘子 你的饱足感 让你可以就是说 不会说 就是吃一点点就可以饱的那种 然后又有纤维 那你是说 什么时候加薄荷 最后拌均匀之后 然后就可以把薄荷撕下来 爱真姐帮我摘一些薄荷 直接撒上去 就是弄破它再撒上去 这样子吗 对 然后就是弄破 摘下来这样 就很豪迈的这样子吗 这样子 对 它会让 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整个水果就很鲜 所以我会发现 香草是 真的除非是需要 特别需要用剪刀剪 否则用手撕 它才刺激它 可以那个散发出 它的更浓郁的香气 对不对 对 所以还是需要豪迈一点 OK 好 那我们就来把今天的这 这三样 这个夏日清食 我们就来吃吃看了 香草沙拉 做法是 锅炬 酸膜 蒲公英 甜菊液洗干净 沥干水分后盛盘 再摆上金莲花 接着将醋 橄榄油 海盐 裹酱拌匀之后 淋在香草沙拉上面就可以了 迷迭香奶油面包 做法是将奶油 放在室温中回温 再加入减碎的迷迭香 拌匀之后 抹在法国面包上面就可以了 优格水果 做法是苹果 芭乐 切小块 加入优格拌匀 再撒入已经撕碎的薄荷叶盘 就可以了 好 今天这个夏日清食 非常的特别 对不对 那我真的很期待 就是说 像这样子的优格酱 配上水果沙拉 还有从来没有 把它们配在一起的 就是薄荷 对 试试看看 它这个咬下去的时候 是那个优格的酸酸的香气 然后到后面的整个口条里面都是薄荷香气 对啊 好像是现摘的苹果 对不对 直接采收的 其实夏天因为吃不下东西 就是香草扮演了一个非常 脾胃促进食欲的效果 像你研究香草这么久 对不对 那么其实在夏天虽然是我们主在很热的 又湿又热的台湾 可是可以选择的香草还是很多种 很多啊 其实其实你很多种分类的方法 有一种最简单的分类 就是说叶子比较大的 它其实都蛮适合夏天种 所以你看紫苏大大的叶子 然后像薄荷大大的叶子 薄荷 对 像田螺乐 它叶子都是这样大 不像那个迷迭香 有没有细细小小的 迷迭 你的意思说不是它长得大跟小 而是它跟叶片 跟它的那个种植的比例上来说 它比较圆 范围比较宽的 它就很适合夏天 对 因为它的构造就是 它是从夏天生长 它就是属于喜欢热 喜欢温暖 喜欢水分 所以像迷迭香 还有茴香 它这种是比较细细碎碎的叶子 对 就不适合夏天了 自然它就是夏 但是迷迭香还好就是 它已经习惯了全世界的天气 所以说你夏天种它也活得好好的 是 迷迭香是一个非常耐 耐各种环境 只要有太阳 对不对 好 那今天呢 这个香草示范的青食 那么如果说你自己 还有很多的想法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拿来做变化 对啊 很容易的 但是今天真的跟大家推荐 薄药叶加在优格里 真的是让人觉得很清新的感觉 好 夏天了 千万不要因为天气热就不吃东西 你可以想想办法 用这样子的香草来促进你的食欲 这样你才不会营养失衡 好 谢谢我们的香草老师 尼克老师 谢谢您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